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怀孕的人他可以搬家吗 或者是布置敲打吗 怀孕的话一般来讲最好不要这样子敲打 因为有些人他的体质强 没关系万一他的体质弱 又加上之前有流产的经验 真的不要让他去搬动 那不适合 那敲打还有分 就是说你房子的坐向跟八字的喜记 那最起码的话你用流年用九宫的方法去看 就是属于二黑五黄 这个九宫的位置 你现在上网搜寻就有了 他每年都不一样 那都固定的 你只要知道今年你后面一百年都可以算得出来 那个是固定的位置 上网都找得到 找得到 他都被标明二黑五黄 你就先不要敲那边 二黑五黄一定不要敲 绝对不要敲 你就敲极方 那种贪狼 敲那个极的地方 那敲极方先再动 但是如果有孕妇最好就不要敲 就是他不在 他不在可以敲 也不要敲 反正他就是不要搬动 那你敲不要敲到胸方 敲极方是OK的 反正就是孕妇尽量不要去动 对这是真的 不要开玩笑 那我们上次有提坐跟相 对 就是老师一直讲说要立一个极的位置 太极的那个极的位置 那个极的位置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对 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大门口 或者你一定要在什么客厅 或者什么 没有这个限制 你是以大门口来为主 还是以进去的门口为主 这个各有说法 那进去以后又以门的为相 又有人以落地上为相 都有 但是我们就像我们来讲 就是谁的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奏效改善 我们都可以参考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说我是无效退飞的命理老师 就是你要讲出时间性 我不能说你今天来讲 反正论命 你讲好话一定准 我就说你碰到一个20岁的小姑娘 这个社会经营还不够 你这个命大富大贵 你将来一定是一品夫人 他一定准 我说你将来身价可能上一定十几亿以上 他觉得说葛老师很准很厉害 他会带一堆人来给我算你放心好了 好了他这一等等到80岁 还等不到一品夫人 那不行你要讲出时间 你是在几岁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机遇 你的对象大概长什么样 什么性格 跟你会比较投缘 你要告知 然后在那个时候 你是会遇到人生的高潮 什么时候要防健康 你要先讲一个大方向 那其他就不要多讲 为什么多讲 你给人家贴标签也不好 贴标签 当然啦 你讲不好 不是让他可以预谱先知一下 好的东西可以鼓励到他 那真的有大胸问题要讲 也要讲 不要说讲了以后 露出神秘的微笑 叫人家买一袋 开运商品什么东西的去 这样不好啦 就是说你就跟他讲 记得到那个时候来找 要先告知 有些东西看到要讲 要讲 这也是帮人 时间到了他就会感谢你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你要讲出应期 应期就是说 什么时候会发生 大方向要给人家讲 应期就是时间点 对啊 你说你是一品夫人 等到流年马月 你说对 是不是你哪知道 等到什么时候 那我觉得说要讲 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改名字 改电话号码 开运密码 还有这样子的 有啊 然后你要跟他讲 几个月奏效改善 你不是一弄了十年 三年 那这样子怎么算都准 三年我就跟你赌嘛 赌你好的时候嘛 怎么会被我等到嘛 老师那现在 这个2020年真的是很 很混乱的一年嘛 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年了嘛 那你认为说 这个整个下半年来讲 假定啦 有人就是还是有闲钱 他想要把这个钱拿去做投资 你会建议他做哪一类的投资呢 讲到这个时间 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很久的时候 我有讲疫情的问题 然后再来过例七八月的时候 然后要注意到 我讲是讲台湾哦 不是讲中国大陆哦 那你看看 真的在八月的时候 那个境外不就发生了 那一般人都推出后 推到年底嘛 下半年度来投资房子 是一个时机点啊 但是到今年来讲 整个经济的运势 我们一样啊 我们是看 他不是很好 但是房地产是OK的 他不会下来吗 不会 但是欠钱的人他会卖 那你就是你减机会 因为有些人他会失去信心 他干脆移民 要干脆卖掉变现 投资别的地方 或搬到地方 反正去隔离也不过两个礼拜嘛 对不对 再来政治因素操作 然后来觉得这个两岸关系不大稳定 这个都有影响的嘛 对不对 那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我觉得国家对国家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都是人媒体在操作 但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福地 他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你说有时间 那个有这个闲钱去投资房子 我觉得是OK的 下半年 但是以经济整个整体的趋势 我们不挂来看 他呈现下滑的方式 好那你要怎么解决呢 就像我有个客户 他是做这个国外旅游的 那完了 休业中 休息中 台湾又不愿意加入旅行泡泡 他不愿意加入 那有些国家有旅行泡泡 泡沫的泡 对啊 泡泡 所以有些国家是开放 你就可以带他直接去旅游 他也是有开放 那台湾不愿意加入 那不愿意加入 他就出不去了 出不去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 相对的他有利有弊 所以你要看他什么 好那这个时候来 那透过什么 那透过电话网络的服务 他就增加 好 透过影片 影片的话你会后置 对啊 我帮你宣导 你是产品也好 还是你公司的形象 只要是透过线上交易的 或者是线上宣传的时候 所以你广告跟后置页 跟前置的这个影片的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去参考 好那这个当中的时候 钱闲钱就多了嘛 两岸闲钱多了很多 特别是大陆有闲钱人 太多太多了 他不知道钱怎么用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再从这个 网络跟服务的这个地方 上面去着手 着墨 所以现在是个网络世界了 好那你说你开店呢 那我就觉得那不要冒险 开店不建议 因为它是一个趋势啊 你开店谁出来逛 大家都怕啊 所以你在这个当中 你销售就是服务 什么服务呢 健身的事业嘛 健身房 健康嘛 健康 健身房不会 他不会去啊 健身房 他去 那你再加健身 再加健身 对 或者是 购买什么器材 教练特别服务 或者租什么器材教练服务 或者你找这个教练教练服务 因为个别 一对一的 对 那你带着简单的器材去服务 然后不用买器材 这也是一个服务啊 所以有几个行业 现在是可以做的 你想想看 对不对啊 他闲着这些 还不敢乱跑啊 那我 你不敢乱跑 我来找你嘛 但是我要出示我的证明 这段时间我没有乱跑啊 我在什么时候 去做健康检查 并没有这个 那这个东西具备 你才能去人家家里面嘛 那做这样服务 它也是一个趋势 那老师你看到这个 大家有点人心惶惶 有没有什么建议 让大家不要再这样子 心情也很沮丧 或者甚至有时候 变成什么 报复性的消费啊 报复性的去玩啊 其实就是 把健康顾好就好 健康最重要 那健康来自于你的心情嘛 跟你的睡眠嘛 你说这个世界上 谁没有压力 谁的睡眠品质好 没有嘛 所以这两个一定是通病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 睡眠品质改好 然后呢 这个小病呢 能够很快的好 就好了 就好了 健康是一切啦 至少病毒被传染的时候呢 你第一时间不会垮嘛 那你第一时间不会垮 第二时间就会获得医治嘛 还有人类是这样 他这个疫苗 虽然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化 那人类很聪明 他怎么来的这个病毒 除非是太空病毒 那你没办法 那太空病毒来 你谁也没办法解 太空嘛 他的那个智慧高于我们太多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人为的嘛 人为的可以再靠人为的去预防 对 你变他人也会变嘛 所以呢 只是说这个疫苗太多太多了 但是我相信他会有一个 一个解决的办法 我记得那时候在 好几个月前就讲 我说会有新的这个 疫苗出现 出现 然后特别是2021年嘛 他一定还有 那既然2021年会出现 可见这个 这个 这个疫情 他一定会延续到年底 那依照现在看 我们也不用推理 你看美国巴西那个 病情 还是很严重的 对 还有他们的自己领导人 都不戴口罩了 对啊 那他在影响 然后对 但他们也没有在怕 因为支持者就跟着这个领导者走 领导者就要耍帅 你没办法 他就跟着这样子做 好所以这个东西势必 那再来 这些有强势的国家 他可以到处乱跑啊 而且现在 现在的病毒变得隐藏性了 甚至年龄层也降低了 甚至还检查不出来 结果从台湾没事 从台湾回去别的国家 变得带疹者 对 那你就知道这有问题 所以台湾是宝岛 对 他台湾不发病 他跑到别的地方发病 你看奇不奇妙 所以我跟你讲 很多东西你去看看就知道 为什么他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所以你要好 所以刚刚说 穷文姐很好 会替大家着想 你就是把你的民意系统提高 然后把你的体力弄好 然后吃得下 喝得饱 拉得出来 睡得着 这样就够了 度过疫情就没问题了 那当然记得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口罩不要戴两次 戴一天就要丢掉了 然后经常的洗手 哪怕是没有香皂洗手也可以 因为水流会冲掉细菌 常常这样 养成习惯 然后保持距离 就是这样 保持一个适当 那身体不舒服 马上的就是去检查 对 就是健康 真的就是所谓的 先以健康 对 先以健康 那吃什么饮食 保健食品 我都OK 最主要你的心情 要保持快乐 轻松 运动不一定 但是有运动当然是好 但也不要强迫运动 过度的运动 也是造成身体另外一个负荷 也不好 因为我看过很多强壮人 一病就倒了 过于运动 所以过之 不急 过有不急了 对 所以其实健康 真的就是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 疫情期间 就是对 你就是用调养的 累的时候就闭目养神一下 打个瞌睡没关系 睡个五分钟起来就变 然后多喝温开水 绝对不会错 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你可以泡一杯咖啡 或者泡一杯茶 慢慢听我们娓娓道来 只要是你喜欢的饮料 它就有帮助 好 听众朋友 您听到了吗 好 今天谢谢听众朋友 更谢谢葛老师 我们下回再见了 拜拜 拜拜